這次林長佐的罷免案是沒有通過 門檻的藍營內部出現檢討的聲浪 外見觀察 除了這黨中央擔心 再吞敗仗 刻意保持距離 藍營在中正萬華的鐵飄區也發生了 生鏽 再加上藍營內部嚴重失核 所以現在導致出現茶壺裡頭的風暴 這罷免士氣低落 最後罷免案失敗 告終 罷免失利 投票率沒有催出來 台北市議員鍾小平紛紛不平 將失敗原因歸咎黨中央 在地的民意再度被這個國家機器所吞噬 從明天開始 我們全黨就是共同的為2022的大選來努力 直接罷免結果出爐 黨主席朱立倫還是選擇身影 畢竟回歸民意罷場案宣告失敗 票倉生鏽恐怕是一大原因 由於罷免門檻一再降低 再探開過去四大公投投票數 中正萬華區平均同一票已經衝出五萬八千三百一十票 但這次罷場同一票只有五萬四千八百一十三票 外見觀察 除了國民黨選戰策略忽冷忽熱 各陣營多頭馬車加上黨內嚴重失核 讓藍營民待機支持者無所適從 如果我們今天黨部真的又這個 以這樣的一個公民團體 不是以公民團體來主導的話 那到時候又說我們在藍綠對決 這個其實很多七成百姓不願意見到啦 似乎黨中央跟這個所謂地方上面 也沒有保持一個好的連結跟互動 甚至被認為說黨中央是不是有些在切割的情況 那這個當然不利於藍營的人士本身 公投後霸場災吞敗仗也讓朱立倫相當緊張 動作頻頻就怕衝擊年底升局 從明年開始朱立倫主席 他一早就會南下台南 進行二零二二的選戰的布局 罷免案一錘定音 國民黨趕緊按那一地方 避免不滿聲浪持續發酬 記者劉安靜如已經台北西方報導